看到是国民党林全会在吴博雄的支持之下 一口气提名通过五位副主席 除了在预料当中中生代的接班朱立伦 还有黄敏慧之外 现在多了三匹黑马 都是现任的立委 包括了曾永泉 蒋孝延 还有吴敦颖 如果大家同意是不是用几手 五合规定好不好 五个新副主席All Pass 赶紧起来谢谢大家 也互相握手恭喜对方 中生代的朱立伦 黄敏慧 顺利出现属于地方首长代表 曾永泉 蒋孝延是立院系统 还有一个跨立院和党务系统的吴敦颖 都有他的代表性 都有他的代表性 副主席要跟我共进退 所以维持明年 七八月只要有新的主席的话 他重新来 这个跟卡位接班没有关系 真的不是卡位吗 新的五位加上旧的三位 八个人有府 有党 有立院 有地方 四个系统 尤其蒋孝延更是意外的黑马 你不觉得我选得很好吗 考虑到我 可能就是我在 专业的领域里面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尤其是在国际事务 还有两岸关系方面 还有一个出现的理由 不能够被排除 他是国民党内 现存唯一的蒋家人 但是距离吴伯雄卸任 还有八个月时间点上 一口气增加了 截然不同的五个副主席 很难不让外界多有联想 专讯黄一群李虚招SN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给大家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